董昂计划撤销拜登时代的全球AI芯片出口限制 将如何重塑全球AI格局 与此同时美国一边加强在中东的AI布局 引向沙特开放尖端芯片 另一边则发出严厉警告 在全球范围内封堵华为升腾AI芯片 在这政策与市场的双重震荡下 备受瞩目的5000亿新门计划 竟然也因关税阴影而受阻 并念我们将深度剖析谷歌DeepMind的颠覆性研究AlphaE4 这个由Gemini驱动的AI编码智能体 不仅能自主进化出超越人类的顶尖算法 更打破了尘封56年的数学记录 解决了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难题 引向了解了AI大事件 竟在本期AIA闭念 AI芯片出口政策矩正 特朗普政府大笔一挥 准备废除并替换掉拜登时代 那个让人头大的全球AI芯片出口限制啦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发话了 说拜登那套AI规则过于复杂 官僚器十足还会扼杀美国创新 所以他们要整个更简单 能释放美国创新力 确保美国AI霸主地位的新规矩 想当初拜登政府可是花了四年功夫 又是分369等 又是各种射线 就想卡住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路子 保住自家AI老大的位置 这套人工智能扩散框架 原定5月15号就生效 把全球化成三档 一档17国随便买 第二档约120国限量供应 第三档嘛 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 这些重点关照对象就别想了 但董王可不吃这套 觉得这分层系统根本没法执行 还破坏了跟几十个国家的外交关系 把人家降级成二等公民 所以新方案可能要抛弃分层 改成全球许可制 各国政府之间一对一谈 虽然针对中国的限制大方向不变 甚至可能加码 但其他国家 特别是那些被拜登规则卡脖子的 比如阿联酋、沙特 还有像甲骨文这样 在马来西亚有大数据中心计划的公司 这下应该算是松了一口气 大家还记得几个月前 那个号称要投5000亿美元的 星际之门项目吗 如今却因为担心 克朗普的关税政策 可能让成本飙升而拖延了好几个月 投资者们也望而却步 想当初乱赢的孙正义和OpenAI的奥特曼 在特朗普就职次日的白宫简报会上 可是信誓旦旦 要立即部署1000亿美元 未来四年还要加码到5000亿 在全美各地建起多达20个巨型数据中心呢 据说两家公司跟瑞穗、摩根大通 阿波罗全球管理和博峰资产管理等几十家贷款机构 都进行了早期谈判 但至今没敲定任何交易 TDK1的分析说了 进口税可能让数据中心建设成本平均上涨5%到15% 服务器机架冷却系统芯片都逃不掉 再加上经济衰退的阴影和市场波动加剧 投资者对这种烧钱的数据中心项目自然是三思而后行 更要命的是中国的Deep Seek AI模型投入少见效快 让华尔街大佬们也开始犯嘀咕 花这么多钱建数据中心真香吗 你看连微软亚马逊这些科技巨头都在调整数据中心策略 有些项目甚至都缩减了 话说董王此前还把星际之门 当做他领导下美国投资涌入的典范来着 看来这星际之门也不是说开就能开的 特朗普政府正准备给沙特阿拉伯打开绿灯 让他们更容易拿到英伟达和IEN的尖端半导体 中东土豪的数据中心看来要起飞了 不过美国自家不少官员可都是捏着一把汗 生怕这些宝贝疙瘩最后便宜了中国 所以虽然两国政府初步达成了共识 但细节还在此刻 核心就是怕中国通过物理转运或者云端接入的方式 拿到这些芯片 所以有个条款正在讨论 就是美国政府要亲自下场 控制那些用美国芯片的数据中心 至于怎么控制 什么条件下向谁开放 现在还是个谜 这还只是美国在中东战略布局的双响炮之一 另一发可能稍后在阿联酋引爆 至于为什么和拜登相比 懂完更乐意把美国高科技往海湾国家送 原因之一也是他在那有不少人脉和深意 而且海湾主权财富基金也没少给捐钱 白宫AI顾问大卫萨克斯强调 既要严防死守先进芯片流入中国 也不能耽误跟合作伙伴做正经生意 其实从2023年起 美国就要求向中东卖AI芯片得先拿许可证 主要就是怕技术落到中国手里 沙特和阿联酋之前跟拜登团队也谈过来着 结果董王一赢他们就立马转败新码头了 接下来就看董王在中东这盘大旗将来会下的怎么样咯 美国芯片战火再度升级 精准锁定华为AI命脉 美国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最新指南来了 措辞严厉 直至华为旗下的升腾系列AI芯片 特别是像910 B910 C910D这几款明星产品 甭管你身处地球内的角落 从繁华都市到偏远海岛 只要你用了这些华为芯片 就相当于踩了美国的红线 直接触犯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 这一招明摆着就是要从根源上 掐断而为在AI芯片和高端智能手机领域 继续突破的任何可能性 但华为原本就因制裁而步履为鉴的研发之路 雪上加霜 美国商务部更进一步警告 任何允许美国AI芯片被用于训练中国AI模型 或进行推理的行为 都可能面临潜在后果 这几乎是在给全球相关企业划下了一条清晰的红线 中国专家对此怒不可遏 直斥这是赤裸裸的长臂管辖和典型的霸权主义行径 不仅粗暴干涉市场运作 更试图剥夺其他国家自主选择技术的权利 就连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都忍不住站出来说 美国这种技术封锁 反而会像春花季一样 倒逼中国在芯片制造等关键领域全速前进 事实上即便在美国如此严密的围追堵截之下 华为凭借其升腾芯片集群 在某些关键计算和内存指标上 已经敢于宣称能与英伟达的同类产品摆摆手腕 这也导致现在美国不得不进一步 进行全球范围的恐吓和围堵 就看华为能否在如此逆境中突围咯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来自Google DeepMind的重量级研究 Alpha Evolve 它让AI不仅能写代码 还能自主进化出比人类顶尖智慧更优的算法 甚至还能解决困扰数学家几十年的难题 传统的算法发现和科学探索 耗时耗力 且高度依赖专家的灵感和经验 虽然大语言模型展现了惊人的代码生成能力 但要让他们自主发现全新的 可验证的 甚至超越SOTA的复杂算法 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Alpha Evolve的核心思想 借鉴了生物进化论 通过不断的变异 选择和迭代 让算法像生命体一样自我完善 最终进化出更强大的形态 那么Alpha Evolve 具体是如何实现这种算法进化的呢 首先 一切始于任务定义 人类专家需要明确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 比如找到更快的矩阵乘法算法之类 并且提供一个自动评估机制 Alpha Evolve支持在代码中通过特殊的注视标记 来指定哪些部分的代码需要被进化 接下来进化循环的第一步是 程序采样与提示构建 Alpha Evolve会从一个程序数据库中 挑选出一些表现优异的附带程序和一些灵感片段 这些被选中的程序 连同关于当前问题的描述 先前尝试的经验教训 甚至是相关的科研文献 会被精心组合成一个丰富的上下文提示 接下来是创造性代码生成 接收到提示后 LLM集群开始发挥创造力 这里Alpha Evolve巧妙地使用了 Gemini 2.0 Flash和Gemini 2.0 Pro的组合 Flash模型速度快 能产生大量多样的候选代码 负责广度探索 而Pro模型能力更强 能提出更深刻更高质量的修改建议 负责深度挖掘 第三步进行自动评估 新生成的子带程序会被自动执行 并通过之前定义好的评估函数进行打分 第四步 程序数据库更新与进化策略 经过评估后 表现优异的子带程序及其得分 会被记录回程序数据库 这个采样、生成、评估、存储的循环会不断进行 每一代都会在前一代的基础上产生更优的算法 相比之前的Found Search等工作 Alpha Evolve实现了巨大飞跃 它能处理整个代码文件 进化多达数百行的复杂代码 支持任何编程语言 并且可以同时优化多个目标 这是一个真正通用的算法 发现和优化引擎 那么这套进化机制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在基础算法领域 它攻克了矩阵乘法这一计算机科学的基石问题 比如 对于4乘4负数矩阵乘法 Alpha Evolve找到了仅需48次标量乘法的算法 打破了传奇的Stressen算法 在该特定设置下乘封56年的记录 在开放数学问题探索上 Alpha Evolve也展现了惊人的潜力 在超过50个来自不同数学分支的难题上 它在约75%的情况下 达到了已知最佳水平 更在约20%的问题上 发现了全新的更优的构造 比如 它改进了11维空间中的接吻数问题的下界 找到了能让593个单位球 同时接触中心球的构造 随着大模型能力的不断增强 Alpha Evolve或许将为我们解锁更多未知的科学奥秘 并带来颠覆性的技术革新 你对Alpha Evolve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